投資財運 好我們今天來到6.5 論投資財運 那我們當然就是因為裡面的例子很多 我們就把它分做很多小結帳 我們來先看6.5.1 了解用神七財 的用法 了解凶洞克財 直動能解的用法 那其實這些哲理在前面已經大致都講過了 那我在這邊想辦法怎麼樣 再跟各位做一個更深入的解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進入我們的 本文裡頭 好 因為要講到money 所以我們客人設計師你看 在上面就把我們畫了好多錢幣 那當然看到這個投文片我們就怎麼樣會覺得 這個心情就為之一振 那決定投資理財的用神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看一看 那一般在 哇你看好多錢就掉下海內 那畫的非常的 這個愉悅的樣子 所以一般談論投資理財指的是怎樣 自己對 誤獲錢財擁有所有權 那我對誤獲錢財有克制的 功效 因為他是被你拿來用的 被你拿來用所以 對他有那種克制的功效這樣子 所以五行之中所謂的我克就是 指這個錢財 所以呢 以欺財為用神 那 若瞻合夥 注意了 交易 那要先看適應 因為 合夥或交易都要表示是個對待 對待 用這個適應來看 所以再看七財用神的變化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小哲理 好 若瞻合夥交易 適應 合 或者怎麼樣 生者為家表示 這兩者之間的那個cooperation 他們的合作 蠻match 蠻match 所以 這個很好 那如果適應 那這個 衝或克 或者說 空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 空管或者說我們這個相關的一些 現象都是不佳的 不佳的 所以 可以看出來大列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這樣的話沒問題的 我們再看 才要注意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以這個 這個我們哲理的資料來看 用神 這一個 才謠宜強不宜弱 那若 稍弱的話 假設說稍弱的話 則要怎麼樣 分析是否有動而化 回頭身來幫他補助的一個功能 那或者是化近神等有利 現象的出現 幫他加分的現象出來 這樣 OK 那還有一個 子孫遙為柴遙的元神 子孫遙為柴遙的元神 那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子孫遙強而動 因為子孫遙他會 幫助什麼 會幫助這個 柴遙 所以表示柴遙 鼓鼓而動 所以因此 也要去看這個什麼 看子孫遙這一塊 所以這個整個的一個 哲理的話還是這樣一個老道理 沒有什麼太 更複雜的東西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說 希望說各位借著我們的課程 很快建立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 那這樣沒問題 我們來看正式的看例子 所以接下去的話就是說 更明確的看例子 就是我們在 深月 任五日 某人 這個今日 沾股票 賣出 是否可以賺錢 得怎麼樣 三則筍之 天則 鋁 天則鋁 好 再看這個例子 那在我們普德的掛裡面 他有兩個動搖 在第 第四搖跟第五搖 好 那到底我們用神要看哪裡 因為你要賣出去是不是能夠賺錢 所以 投資賺錢的話 以七彩搖為怎麼樣 會用神 這個沒有問題 好 所以原則上我們七彩搖是在五搖這裡 這個已經 寫給我們看了沒有 我就把它再mark一下 彰顯一下讓你們特別注意他 好 所以這個沒問題 好 那沒問題的話 因為 我發現不錯我們這一 這個 這個藝術 已經連續上了兩檔了 那有很多同學也都蠻有實力的 所以 這個當然有更複雜更深入的一些算法 但是我還是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是 比較入門的課程 先讓各位鋪一個 普卦的一個我們英文叫framework 一個框架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再加 其他太複雜的這個理論進來 因為 以前我自己學卦的時候 一開始把這個很複雜的這個因素 主一的一個一個去考慮他 那根本掛根本 斷不出來 玩不下去 所以 我的建議就是說 先把我們現在的基本方法先 看這個業界 跟日程的問題先把它解決了 再主一強調其他更強的一些因素在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們要沾這個深月 有沒有 沾掛 那深月沾掛的話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回到我們這個圖來看有沒有 那深月沾掛的話 因為這個 這個深油嘛 所以他什麼? 深什麼? 是金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用神是水 金生水有沒有 金生水 所以你可以看他 所生 所以他是像 所以他70%以上 你可以看到70% 那這個就變得非常的不錯 70%以上有沒有 那這裡有沒有 70%以上 好 那再往下看 就說 用神指水 所以任務日 即是什麼 即是胎日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 卦象有沒有 這個 我們現在用神是 是水對不對 水的話等於是 他的水的話是在北邊 所以長生會寄生在這裡 那現在是 這個任務日 任務日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深目 萬官 望衰 病死 目 絕 胎 哇跑到十一來有沒有看出來 十一有沒有 那胎的話 在這裡看到 表示他新的契機又開始了 所以 他大概又重新renew 他有40%的機會 40%的機會 就這邊就 特別強調一下給各位看 那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整個總結 總結 那用神五搖的 你可以看到用神的五搖 你看 他 變成是什麼 就變成是金 那金生水 為回頭生 所以 五搖的 這個紫水 動化為生 金生水 為回頭生 加20% 加20% 我看這個遊戲規則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就已經非常的自視的一個遊戲規則 加20% 那四搖的話 兄弟 虛土則動化為五火 那火生怎麼樣 火生 這個土 意思回頭生的現在 但是胸動會客彩所以不加 這個參數目前看起來是 有一點不好 那 還好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 OK 所以 整個 夜間日程 一搶一弱 中和之後 大概是只有 百分之 50% 55而已 那 加上四搖為胸動客財之項 不加 不加有沒有 不加 所以 今天賣出股票的賺錢的機率持平 但是是四搖五搖 動化 力量的強度可以提高賺錢的機會 因為剛剛講說五搖的話 回來有點加分作用有沒有 加分作用 可是四搖又會怎麼樣 跟你這一個分開 所以 一般來講很可能這兩個就有點balance掉 所以因此來講說這一個今天賣股票會賺的話 大概頂多也是 小賺而已 小賺 這個要特別小心 所以因此 剛剛講過說四搖五搖皆動化為回頭 深的現場可進一步分析兩搖動化 是 一股力量或兩股力量 互相制衡 種種的一個機制 那當然是要再細算 再細算 所以研究上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說 原來他是用這麼簡單就可以再把它 算完了 所以這個例子就說給各位一個很持平 還是我們老的理論 當然如果說你再看看那什麼六合掛六充掛 相關的掛項那有沒有空王種種那個還在進一步去分析 所以這個是可以看出來 那我們接著馬上看一個 論投資財運 開一個新店能否這一個賺錢以否 我來看你 我有點心 Bryn 你又是有什麼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